第1354集 怎么可能 这眼睛是那家伙的 他 他回来了 不可能 他的肉身和神魂都覆灭了 没有一丝生机 我检查了无数遍 君魔尘身躯在颤抖 他后退了整整十步 他的表情在万年来第一次出现惊悚 他可是高高在上的魔尊 不该如此 但是这件事太大了 那昔日掌控整个魔狱 敢叫板神国的魔地居然回来了 那眼睛便是最好的证明 突然 君魔尘吐出一口鲜血 脸庞苍白了几分 他想到了什么 脸毛怒吼道 凌云可在 很快 一个黑炮男子出现在君魔尘的身后 当他看到君魔尘的伤势 以及地上的血 微微一惊 魔尊 这 君魔尘神色冰冷道 立马动身给我去查 黑炮男子一震 查什么 君魔尘看了一眼那苍穹之上的眼睛 低沉而又愤怒的声音响起 查那死而复生的魔地 黑炮男子眼眸彻底瞪大 魔地 他不是 黑炮男子还未说完 君魔尘愤怒的声音便响彻在整个魔族 查任何和魔地有关的人 查任何和魔地有关的事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三天之内我要听到有关魔地的一切消息 这虚影应该是魔地复活的契机 我君魔尘必须把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 我不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我要凌驾于一切之上 不光魔族震动 九幽之国的那位九幽之弟 也看到了苍穹之上的那只眼睛 他没有一丝笑容 他知道他的位置终究是坐不住了 他没有君魔尘的野心 他只想守住权力 但是现在看来这份权力再也守不住了 他心中既希望魔地复活 又不希望魔地复活 甚至后者居多 这便是人性的贪婪 不知道过了多久 九幽之地疲惫地坐在了地上 喃喃道 魔域要大变了 整个灵武大陆恐怕要迎来一场惊天地震 若是魔地彻底恢复 神国恐怕要噩梦开始了 灵武大陆一处神秘之地 一个盘腿在神龙之上的修炼的男人 突然睁开眼眸 他冰冷而又威严的目光 看向身前跪下的人 冷声道 我刚才修炼中感觉到了不对劲 外界可是有天地异象 那下人身躯颤抖 犹豫数秒 还是道 出大事了 神龙之上的男人站起身 举高临下地看着面前的男人问道 说 外界到底发生什么了 那人不敢废话 直接道 就在一柱乡前 苍穹之上雷云滚动 摩弃遮天 天生异象 一只久悠眼眸出现 那眼眸漠视一切 神国囚禁的那些魔族强者 齐齐下跪 这画面似曾相识 只有 只有当年魔狱的那位魔帝登基 才发生过 现在画面重现 似乎代表着 那位在上古战场陨落的魔帝 即将回归 现在外面一片大乱 神国人心惶惶 听到这里 神龙之上的男人脸色铁青 眼眸之中是极致的冰冷 那魔帝不可能还活着 我当年亲自看他陨落 也不可能重生 此事有些蹊跷 你给我去查 不管你用什么代价 我只要真相 是 那人消失了 电宇中只剩下那条神龙和威严的男人 突然 神龙张开嘴巴 一道声音传来 需不需要我出手 如果真是那魔帝 后果不堪设想 男人冷哼一声道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 威胁我神国 不过这异象 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些东西 恐怕和前段时间的那件事 有些关系 天机森林 徐欢拖着沉重的身子离开 他眼眸有些怒意和不甘心 毕竟他辛辛苦苦得到的东西都消失了 权力 武道 名誉 毁于一旦 突然 他脚步停下神色一变 因为他面前是两具冰冷的尸体 并且他能感觉到这两人都是魔族强者 修为不弱 难道 这两位魔族强者 是来迎接那封印的魔族大能 那夜沉有难了 徐欢南南道 他刚想离开 却又发现面前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两道倩影 一个少女蒙着面纱 气息冰冷又戴着无上尊贵 另一个少女一身白衣 跟在蒙面少女身后 显然是丫鬟 白儿 问话 蒙面少女清脆而又带着寒意的声音响起 是 公主 白儿快步来到徐欢面前 冰冷的气息彻底释放 徐欢现在怎么承受得住 直接跪下 白儿居高临下道 你有两个选择 一 告诉我那山洞里发生了什么 第二 死 徐欢微微一正 犹豫了许久 还是将山洞内的一切事情说了出来 白儿看了一眼卫影 然后看向徐欢道 你可以撒谎 徐欢猛地摇头道 我都没有修为 岂敢撒谎 白儿点点头对卫影道 公主 她应该没撒谎 徐欢呼出一口气 既然如此 那我就离开了 徐欢刚打算离开 卫影却突然开口道 我有让你走吗 徐欢一正 刚想说话 一道寒声再次落下 白儿 弄手 白儿顿时有些懵了 但还是杀鸡一凝 一箭落下 刹那间 徐欢便化为一道血雾 她到死都没明白 自己都是一个废人了 为何还有人斩尽杀绝 白儿回到了卫影的身边 疑惑道 公主 此人无害 对夜城也没有威胁 为什么要赶尽杀绝 卫影寒霜般的目光 看了一眼苍穹的异象道 这异象牵连的东西太多 此人虽然没有威胁 但是可能会对夜城产生致命影响 君魔城和神国的人 都会调查到这里 若是找到此人 像您我一样必问 必然牵连到夜城 这威胁 必须扼杀 绝寒帝宫的覆灭 有很大原因便是仁慈和情义 我不希望绝寒帝宫有任何威胁 也不希望夜城陷入任何威胁 走吧 她暂时安全了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我只希望夜城能尽快成长 我保护不了她一世 白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最后两道身影消失了 苍穹的异象也不复存在 山洞中 黑镜石棺落在了地上 魔帝也睁开了眼 虚弱了几分 夜城上前一步问道 魔帝 这就好了 魔帝点点头 接下来便需要等 这段时间 我会继续藏于你的眉心 等着肉身彻底形成 但愿这时间不会太久 夜城看了一眼 黑镜石棺问道 这时间能否缩短 魔帝眸子一宁 那便是去魔族 好了 这件事以后再说 眼下尽快离开 这一次异象太大 你可能会有危险 对不住了 夜城笑了笑 直接将黑镜石棺 收入轮回墓地中 魔帝 和我客气什么 就算没有此事 我的危险也不少 走 很快 夜城便来到了 竹风英的所在 行子堂 几林等人 看见夜城从远处走来 都是不禁面露大喜之色 迎了上去 鸡旋看了看夜城 不禁对夜城问道 夜城 刚才 我们感应到 接连不断传来 极为强烈的战斗波动 发生了什么吗 还有 苍穹之上为何会有异象 这和那封印有关吗 夜城淡淡道 我与徐欢和那鹰族交手了 没什么 魔族已经被我斩杀 徐欢 他虽然为了求生 投靠了魔族 但是 他毕竟帮我更快地 来到了这天际森林 我这次放过他 夜城说的虽然平淡 可话语的内容 却是难以置信到了极点 斩杀魔族 绕过徐欢 对方可都是封门径的存在 在夜城口中 却仿佛没什么好提的一般 夜城的实力 究竟恐怖到了何种地步 这次九幽之国之行 夜城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看着众人震撼的模样 夜城也不由地 露出一丝尴尬的笑容道 好了 你们先返回学院吧 我知道你们肯定有很多疑问 到时候我会跟你们慢慢解释的 鸡旋一正 你不跟我们一起离开吗 夜城来到几林身边 对众人笑道 附近我还有些事要处理 晚些会回学院 你们走吧 对了 今日的事不得告知任何人 如果学院问起 我会亲自向院长解释 放心夜城 就算有人要杀我们 我们也不会泄露半句 众人信誓旦旦道 毕竟他们的命都是夜城救的 又岂会像徐欢一样出卖 几人虽然想挽留 但是他们也看出了夜城眼眸的坚定 便纷纷坐上了竹风英 竹风英长笑一声 振动双翼 向着神火学院急速飞驰而去 几林 走吧 夜城伸出手拉住了几林 一大一小两道身影 便向着一个方向而去 那个方向是令狐家族的总部 现在夜城的脑海里面 只有一个念头 拯救夜洛尔 不管夜洛尔身在何方 他都要救出来 根据已经得到的消息 令狐家族的总部 在西域和北域交界之处 天运城 离天极森林不算太远 根据是有阻線的 地域交界之处